教书重要 从哪里学起 决定是从自己做起 学了佛了 要读种子 第一个先读自己 自己读好了 影响周边一两个人 自己真做得很好 教人家佩服得五体土地 真真坑跟你说 这就是你的传人 有一个传人 这道就没有灭 他再传一个 一个传一个 传到什么时候才能发扬光大呢 众生的罪业 消得差不多了 众生急得富得了 将要先前了 这个时候人心似善 见到善行善业 生欢喜 教化大行与时 这种景观 气象 我们这一生 决定看不到 这是一定要知道 千万不要 千万不会以为说 我们怎样做法 三五年受到效果 十年内受到效果 不可能 为什么 它累积的不实在太久了 三尺之兵 非一日之寒 它化动 不会那么快 要一段时间 所以 要有难心 尤其在现在 先前这个时代 动完全没化解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这是菩萨 大慈悲心 菩萨在这个社会 教化中生 是一大慈悲 受尽一切 屈辱 委屈 侮辱 你要不能受 不能受 赶快走 菩萨真有这个能力 走 不愿意走 还在这里 希望能影响 一两个人 这都是慈悲的基础 希望如来的法 不至于中断 就是为这种死 不为别的 别的没有死 不为别的 别的没有死 知道众生过去 过去未来 知道过去众生 深深适适的程度 那欲望 喜爱 要就是他的喜爱 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